好 接下來我們要討論這個川普的保護費之前 我忘了我應該要先跟張良浩 我們的資深記者道歉 國會記者 因為上一節這個新聞結尾的時候 有國會大現場 我說把這個現場交給陳佑 就張良浩跳出來了 不好意思啊 我不知道今天是良浩上班啊 所以良浩不好意思 我在這邊跟你道歉一下 是我弄錯了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來看 川普說要保護費了 老實說之前他好像不是跟民進黨關係不錯嗎 怎麼現在翻臉不認人啊 那這個要保護費 然後他的副手范斯 就說非必要不會讓孩子上戰場 強調美國優先 他的意思是說 非必要不會讓美國的孩子上戰場嗎 所以美國的大兵們 是不會來協防台灣 是這個意思嗎 那請問一下為什麼 我們台灣給人家的感覺 至少給我們這種當父母親的感覺 叫做白蘭的小孩 死不掉啦 加一年冰 這個什麼 連儀隊 36度 體感溫度44度 叫人家去外面 這個 曬著太陽超 這個超演 好像都是別人的孩子跟我沒有關係 你看可是人家美國人說 非必要不會讓孩子上戰場啊 所以人家已經很白了啦 美國優先啦 你台灣喔 這個等等啦 我沒有真的沒有想要保護你們的意思啦 然後呢前這個國安顧問 這個之前是川普上一任 上一次當總統的時候的國安顧問 歐布蘭他就說 我不可能比台灣人更關心台灣 要派我的女兒去保衛台灣 喔 你看 人家也都保護 這怎麼樣 他不可能派他的女兒來保護台灣啊 因為他不會比台灣人更關心台灣啊 所以台灣人只能怎麼樣 Fighting 靠自己 就是這樣子 那現在我們的兵也不夠 然後我們的武器也不夠 然後訓練也不足 那假設真的發生戰爭呢 哎呀 賴清德 麻煩你的兩個兒子加孫子 通通回來佔第一線 好不好 拜託 扯拜 不要躲起來 好不好 不要別人家的孩子 你看人家都要保護自己的孩子 我們也要保護自己的孩子 憑什麼你的小孩可以在美國 被美國人保護 然後不用回來 這太不公平了 所以呢 布蘭恩說啊 至少台灣要把國防支出提高到 GDP的5% 那這個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的 接種老師就說了 如果提高到GDP的5% 就等於是政府每花兩塊錢 就有將近一塊錢用在國防上 恐怕沒有民主國家在 非戰爭時期會這樣來編預算的 是不是也真的太多了一點 那美國人就怎樣 你編到這麼多 來來來 通通交給我 錢付了 但是我武器沒辦法給你喔 因為武器我要先給那個 烏克蘭用 然後怎麼樣 真的就是繳保護費 然後針對這個議題啊 民眾黨的主席 柯文哲有意見喔 這個醫生 柯醫師 柯醫師 他說啊 就他個人還有綜合國內的 這個各種狀況 以及他跟美方討論過 我們醫生還懂國防 這個也是不簡單啦 他說呢 國防預算差不多是佔GDP的3% 我們來聽聽看柯醫生 柯醫生怎麼樣來講 這個保護費的事情 我們在蔡英文總統任內 好不容易大概從2%的 增加到2.5%的 所以當時我們在 總統大選的時候 綜合國王考量說 大概台灣 大概到3%的 大概就是差不多了 不過重點是這樣啦 重點不是說花多少錢 你花那個錢要做什麼 所以內容 所以就目前你知道喔 就我個人跟 我們國內的狀況考量 還有跟美方有討論過 大概目前是國防預算 佔GDP的3% 並沒有到5%這麼高 所以這個 我想是這樣啦 從2.5%到3% 這個應該先這樣嘛 這個大5%的那是 那到底有沒有需要 那個到時候再講 好美國呢現在一個狀況就是 雖然現在執政的是民主黨 現在總統是拜登 但拜登大概現在沒有心力管台灣的狀況 那川普 川普現在看起來贏面是大的 那如果真的川普當選議 他的這個向來他所信奉的 就是利益主義的話 大概也不會對台灣好到哪裡去 所以賴清德賴總統 你還要點點繼續的 繼續跪在那裡填美國嗎 繼續喊他爸爸嗎 但是喊他爸爸他還不見任你耶 你這個外面來的 隨便的 誰誰你可以叫我爸爸對不對 你跟我又不同姓對不對 可能就是這樣 遇到這樣的一個情況 所以呢 賴清德你真的要想清楚 來這個賴清德他說認知作戰 在美國的勒索底下 我們的保護費從來沒有少交過 付給美國的軍購 在世界排名第10 這個論評效是極高的 但是地位卻是最低的 但求賴政府想清楚 不要因為川普的一句話 就編出預算 去朝貢美國 不要像這個蔡大小姐一樣 當兒皇帝 這是趙先生講的吧 對吧 這應該趙先生講的吧 賴清德應該不會自己講這個話 是認知作戰 就是針對認知作戰這件事情 然後這個趙少康就說 面對美國政府要對台灣的不友善 又錯誤的言論 賴清德到現在一句話都不坑 對啊人家跟你說要收保護費 你是我們的總統耶 你有沒有幫我們出來回應一下 沒有 難道要繼續跪舔嗎 施政鋒老師說 民進黨完全傾向美國 被當作小弟啦 這個相當程度就是打了民進黨一個耳光啊 還沒關係 堅若磐石 史上最好 通通都變笑話了 把你當成馬前卒 還是好聽的呢 那華爾街日報說台灣議題不是只有半導體 還有整個西太平洋的重要性 如果川普真的對於中國強硬 那就應該認真的談論如何防止台海危機的爆發 但重點是川普會在乎嗎 你們打 他已經講了你們離我很遠 跟我好像不太有關係 然後呢 外資的分析師也認為說 台積電不只扮演台股全存 全部股市的希望啦 股價的法說會錢拉回 那反而提供彈升的空間 後世樂觀態度不變 顯然就是在台積電來講 他還是有一定的這個根基在 所以台積電 如果手上用台積電股票的人 不用太擔心啦 但是你可以看到的是 美國這個不斷的 現在已經講得這麼白了 川普根本還沒選上耶 川普現在今天才被提名不是嗎 他都還沒選上 他就已經開始跟我們要錢了 我們還要繼續這樣被利用嗎 那這個不是真的是太對不起 我們老百姓了 我們是一點一滴繳稅給你 這個狠狠的打了民進黨一耳光 但民進黨也不回應 我們來聽前立委孫大謙怎麼分析 台灣的這些民進黨 這些獨派的政治用意 不要去鬼扯什麼民主價值啊 什麼台灣是世界上的 這個重要的民主自由的燈塔 所以美國一定會支持我們 別鬼扯了 你光看到川普跟O'Brien的這些談話 你就知道 大家就是趁精論兩的算算 我們能夠給他多少好處 他才給我們多少保護 什麼我們還要去強調 因為我們民主的價值 所以美國不會放棄我們 這是大家現在仔細聽一下 民進黨跟這些台獨人士 開口閉口在談的 這樣的一種談話 這一次徹底的被川普完全的戳破 讓我們看到了赤裸裸 最現實的國際政治 就是利益的交換 我們幹嘛花那麼貴的錢 去買美國的戰車 我們幹嘛花這麼多錢 去買火山布雷系統 我們幹什麼 花這麼多錢去買魚叉飛彈 這些東西我們都有了 我們都夠了 我們為什麼要花這些錢 就是交保護費 還不要講我們的美牛美豬 我們台灣付了這麼多保護費 美國還要貪心不足 美國還要認為不夠 還要讓我們付更多的錢 那我們台灣人民就要思考了 我們有這個必要嗎 台灣今天為什麼陷入兵凶戰危 是因為我們跟你美國綁在一起 我們綁在你美國的戰車上 我們被你美國利用當馬前逐 所以我們台灣才會有戰爭 所以我們才要交保護費 不是這樣子的嗎 那既然是如此 台灣難道不能夠跟美國脫鉤嗎 我們不要你美國保護 可是我們也不要當你的小弟 這樣難道不行嗎 台灣只要放棄跟美國綁在一條戰車上 不要在美國的印太的什麼戰略裡頭 去扮演一隻匕首的角色 台灣根本不可能面對立即戰爭的風險 我們還需要交什麼保護費啊 所以民進黨執政之後 他把我們台積電拆解了 民進黨就是一個側頭側尾的賣台政黨 他把我們台灣最重要的防線 把我們真正的護國神山給拆解掉了 為什麼 因為我們要去抱美國的大腿 我們要去抱歐洲的大腿 我們要去抱日本的大腿 抱的這些大腿有用嗎 你真的以為馮德萊恩說 台灣有事北約會出手 北約能出手嗎 我講難聽一點 北約現在自己都自顧不暇了 只有像民進黨這種愚蠢跟250的政黨 才會自願去當美國的奴僕 把台積電給拆分掉 如了美國這些白人至上主義的 這些政客的心中的算盤 民進黨想清楚啊 你真的要繼續這樣子 被美國人利用嗎 另外我要更正一件事情 剛才我在講這一張這個電視牆的時候 在右上角那個 在美國勒索下我們的保護費 從來沒少交過 付給美國的軍購世界排名第10 但是地位最低 但求賴政府想清楚不要川普的一句話 就編的這個預算去朝貢美國跟蔡英文一樣當爾皇帝 當時我 因為旁邊有個賴清德的頭你知道嗎 我以為是賴清德講的 所以我就覺得很奇怪 後來呢我們的這個製作人編輯已經就把它更正了 其實這是一個粉磚 認知作戰粉磚 它是叫做工程師看政治 這是他的寫法啦 所以呢不是賴清德的說法 不然我真的太驚訝了 怎麼會自己罵自己呢 原來是工程師看政治這個粉磚 所貼出來的這個文章啦 好我們把它截取下來 跟大家抱歉 我們有時候弄錯 又可能太多事情了 可能是有寫錯的 請大家原諒我們囉 感謝大家 這個美國的總統參選人川普 共和黨的川普 他就已經講了喔 他是非常務實的一個人 他說你台灣要我保護你 OK沒問題 但是你要交保護費啊 好意思就是我們要花更多的錢 美國人才願意來啦 如果你們錢不夠 美國人 美國爸爸不會來保護你 然後美國的國務院又加碼強調 台灣都是自費加強自我防衛的 喔搞了半天這麼多年 美國爸爸保護我們這件事情 是你編出來的喔 原來我們從頭到尾都是自費是不是 自費還比較貴啊 還不能抱這個 這個搞不好還不能抱保險 所以在野黨就說啦 原來台美關係啊 什麼號稱什麼這幾年來啊 什麼最好的時刻 就是用錢 用錢買來的關係啊 是個生意關係啊 所以呼籲民進黨 你與其保護費交給川普 你不如就省點錢 好好的把兩岸關係改善一下 你想想看 當時這個馬前總統兩岸關係很好 連美國都謝謝他 因為他也不需要交保護費 不是嗎 那這樣會不會 比較省我們老百姓的錢呢 前美國總統川普在彭博社專訪中語出驚人 說台灣搶走美國的晶片事業 我們很有錢應該要付保護費 此話一出台股開盤一度血流成河 台積電狂殺跌破千元關卡 直到收盤才回穩 而美國國務院發言人米勒還加碼說 台灣向來是自費加強自我防貴 數十年來由台灣購買美國提供的安全合作 YouTube和臉書上幾乎九成的民眾 都認為川普講了真話 台美關係得花錢賣 而政府口中進入磐石的關係 難道真是花錢買來的嗎 台灣是美國最大軍火買家 川普在上回大選投票日當天 還要賣給台灣MQ-9無人機 而台灣會買魚叉飛彈 傳出是因為生產的波音公司 是川普的金主 而專家砲轟台灣買天價武器 甚至是不必要的武器 早就交了很多保護費 熊山飛彈性能都不輸於魚叉飛彈 又逼著我們買彈簧刀無人機 就是在替美國消庫存 不但叫我們開門狗的小狗 還叫我們要自備狗糧 台灣雲爆甲車都做出來了 為什麼還要向美國買M1A2呢 花那麼多錢幾百億台幣 又花了57億多台幣 去買用不上的火山布雷系統 網友炸國批評 當台灣萊豬吃了火山布雷買了 連台積電都送了 到底換到美國什麼保護 若能維持兩岸和平 幹嘛要無止盡的繳保護費 跟大陸維持好兩岸關係 遠比付保護費來得重要 如果你兩岸關係搞好了 你要買這麼多軍火幹什麼 和平負動才能保台 抗中保台是騙人的 共機一直在這邊繞 我們的政府都一直退縮 政府就不敢講 當美國吃肉肉的把台美關係 形容是贏貨兩岸的生意 就怕我們付了高價卻買不到 保護和和平關係 記得線容若續過好 台北報導 大家都說我變漂亮了 其實是氣色好 肌膚保濕做得好 氣色自然漂亮 我選擇 我選擇KS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因為它用國際蘆薈協會認證 高品質的酷拉索蘆薈 還有大量的黏多糖體 類似於玻尿酸 可以幫助鎖住皮膚水分 讓肌膚長時間保持水嫩 還運用TTS技術 增強蘆薈的生物活性 修復舒緩日曬後的各種不適 KS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幫助您隨時擁有水潤肌好氣色 客戶您 客戶全家人 專屬你的KSRoyal Care